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旅游播报 适逢电影《亚凡达2》即将上映 所以我们今集想带大家置身于亚凡达的世界当中 这个地方就是滨海湾花园,位于新加坡的 Let's go! 滨海湾花园位于新加坡市中心 是一种大自然爱好者的圣地 花园拥有超过101公里的地方 也有三个不同的主要空间 它们包括中央花园,东花园和南花园 这个地方可以救你玩了一天 以下为大家推介三个滨海湾花园里面最棒的活动 第一个地方就是花窮,flower dome flower dome是2015年建历史世界纪录 世界最大玻璃温室的保持者 这里终植着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植物和花园 小字木兰和兰花 大至千年的露橄榄树 你都可以找到 这个号称世界最大花园的地方 如果喜欢植物和花园的你 一定不会错过了 第二个地方是云露林,cloud forest cloud forest是一座35米高的建筑物 红杂在薄露当中 也都覆盖着茂密的植坯 自身其中比起远望这座建筑物是感觉完全不同的 当你走入这座建筑物里面 走上去和看到四周围布满的热带高地植物 会是另一番新景象来的 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天空树 super tree globe 当你走到这些天空树群里面 你感觉就好像置身于亚凡达世界里面 每一棵树都高25至50米 游客可以在天空走廊里面近看这些树 到了夜晚的时候 花园还会点亮这些树 进行一场灯光show 带你进行一场令人难忘的光影之旅 今集介绍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like,subscribe和share我们的影片和channel 拜拜